上海最远的一个地方,离江苏省只隔着一条马路,两边差别很大 大家好,我是王秋库,大家看一下这块上海与江苏省交界的地方啊 好了朋友们,那么经历了两个多小时的长途跋涉,周车劳顿 我啊,终于是到达了上海的青浦区白鹤镇万诗村 而几分钟后呢,我将步行跨过上海的这个万诗村啊,去到隔壁的江苏省 也就是说我目前啊,身处在江苏和上海的交界处 那么在到达江苏省之前呢,我先给大家啊,说说我脚下的这个青浦区万诗村 这边也被很多人啊,说是上海比较偏远和落后的地方 原因呢,也很简单啊,就是因为这边的交通啊,极为不方便 说句玩笑话啊,从这边到江苏省可能都比去上海啊,要来的方便 万诗村不知道是不是季节的关系,我们看到很多田地啊,都慌着 对面一大片也是 再加上整个村子啊,户籍人口少,外来人口多 所以呢,经济啊,一直比较薄弱 包括房子什么的啊,都是比较原生态的 不过好在近两年啊,这个村子里的房子呢 好像也是逐渐翻新过了啊,以前的话呢,会更破旧一点 这边我们看到啊,都是这个大盆 里面种了很多有机蔬菜 我们看啊,这个沿着小河边的房子 感觉不错啊,很有年味 上面还挂着一些腊肉之类的 万诗村的一个小卖部啊,卖散酒的 看一下啊,上海青铺的农村 也是很有感觉啊 都在走亲戚 今天正好太阳也不错啊 看这个小辈陪着老人,晒晒太阳,嘎嘎珊瑚 确实啊,有一种古镇的感觉 这边还可以走下去 不过要稍微当心一点啊,免得变成落汤鸡 我们看啊,这边的房子稍微老一点 好,朋友们,我们再回到这个视频的正轨啊 沿着这条道路通到底啊 前面高楼大厦的地方呢,就是江苏省了 好了,朋友们,哎呀,走得我累死了啊 这里没有共享单车走来走去啊 真是很不方便啊 那么穿过了这座小的山丘啊 我们看到对面就是昆山了啊 就隔着一条马路 再回头看看上海青浦的万诗村 是不是感觉一片荒芜呢 那么在踏入我们的好邻居江苏省之前呢 我先要把我鞋底的拿乌尼啊 给清理清楚 免得给人家江苏省啊 带去不好的印象 也怪前面万诗村啊 这个土地啊,实在是太泥泞了 旁边这个小区呢 是昆山花桥的绿地滨江雅院 房价在两万八左右 确实很有意思啊 靠着步行就穿越了上海 来到了昆山 你看人家这边昆山花桥的绿化环境啊 确实是比隔壁青浦区要好很多啊 前面在青浦万诗村啊 方圆几公里之内啊 都找不到一家吃的 现在一脚跨路了昆山花桥 搜罗一下附近啊 有很多吃的 我现在肚子有点饿了 赶紧先去吃一点 哇塞 这边吃的果然多啊 有披萨 创意料理 KFC 这是吃什么的 什么菜 扫子面 前面还有密血冰城 休闲餐厅 哎呀 选择困难啊 我到底吃哪一家呢 哎呀 饿了半天了 早算能开动了啊 我们看到这个量还是蛮扎足的 好了朋友们 那么这个视频就先更新到这里了 后面还有很多关于花桥的视频 请大家敬请期待 喜欢秋裤的也可以点关注点个转发 我们明天的视频再见吧 打个下位